这次会期中,都会代表关心时来运转的修缮状况 市民代表庄一杰则认为时来运转的修缮维护费昂贵 水电费也高,根本是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他建议不如就不要转了 而另外如何提升出生率 庄一杰也希望施工所能够推动有效促进生育的政策 鼓励市运年龄的民众多多生产 时来运转的石球到底要不要转 市民代表庄一杰有不同的看法 在讲时来运转的部分 其实这次会期很多代表在提出时来运转的问题点 上次在定期会的时候我也提出时来运转 有跟市长说了 其实这些的维修费跟水电费都是全民在买单的东西 有请市长拜托尊重一下菜前市长 不要再让这颗石头再转动了 维修费那么昂贵 全民买单这样好吗 希望市长能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代表的想法 花莲市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庄一杰也督促施工所要推出合适政策 鼓励市运年龄的民众要愿意生产 扫子化的部分其实花莲市在补助的方面是一毛钱都没有给 那我希望市长可以好好衡量 目前花莲市其实扫子化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希望市长可以秉持着你的市政报告 要来爱花莲 然后做出导致化的补助 希望我们花莲市会比吉安乡来的更好 其他还包括了市长提出的运动观光 活力城市政见 还有南兵志洪池的工程进度 以及新农兵桥后续维护管养等议题 庄一杰也提出和市工作团队做检讨及沟通 介络会幻市报道